在校园新闻的方面,毕业的脚步接近了,为了让孩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花莲市幼儿园是邀请了专业的儿童摄影师,为大班的孩子拍摄毕业照 也让孩子们在人生第一阶段的学校生活,留下珍贵的画面 花莲市立幼儿园90位大班小朋友们要毕业了 对孩子来说,也是准备要走向另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 市长温嘉贤表示,幼儿园的孩子要毕业,要转换新的学习环境 感谢幼儿园老师们用心地照顾孩子,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长大 同时市长也期许,孩子们在进入小学之后可以派上用场,迅速地适应新的环境 大班的孩子准备要从幼儿园毕业的一个日子后 他们也准备转换新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幼儿园的博物园园长,爸爸也好 还有所有的老师,所有的职员,用心地照顾这些孩子 让这90位的孩子,这届90位的孩子 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健康,非常快乐 让我们也期许在过去所教育的衔接教育 未来都能够在小学上面派上用场 而且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,在新的环境马上能够适应起来 那也能够在不论是新的同学相处,新的班级学习都能够非常顺利 那今天我们送走的我们这90位的孩子 未来也希望他们在不论是回到幼儿园能够多多看看老师之外 也希望他们在毕业之后,也能够发挥自己过去所学习的一些精神 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梳妆打扮 穿着学士服和市长爸爸魏嘉贤,园长爸爸曾凡杰 还有前校老师们拍下人生的第一张毕业照 除了有全体大合照,三个班级也分别拍摄了班级照 在专业摄影师指导之下,小朋友们喊着口号,摆着姿势 摄影师连按下快门,要抓住小朋友们可爱的圣经模样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